哈喽,大家我是Aileen,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夏天马上就要到了 大家的小肚子都准备好露出来了吗? 很多小伙伴给我上一个视频留言说 太忙了,实在是没有时间去健身房 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创造了 在家就可以做的21天马甲线计划 这是一个我为大家科学设计的免费项目 不需要任何器材,在家就可以做,初学者有好 目前呢,我做到第四周,效果非常满意 大家只要跟我一起坚持21天呢,就绝对可以看到效果 在我们的训练开始之前呢,大家不要忘记关注我 点赞并且留言这个视频 我会选一位连续7天打卡的小伙伴 送给你100元的红包,作为运动激励 那打卡的方法呢,有两种 你可以转发这个视频,然后at我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发自己运动的视频,at我 具体打卡的方法呢,我会放在下面的新西兰 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今天呢,我们一共要做12个动作 40秒运动,10秒休息 一共10分钟 如果你最开始感觉动作有些难,呼吸跟不上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30秒运动,20秒休息 万事开头难 我最开始做的时候呢,也感觉有些吃力 找一块训练垫或者是瑜伽垫 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呢,我们来热身 做一组伸缩卷腹 把屁股着地,胳膊放在两边 通过腹部的力量,用我们的胸腔去找膝盖 如果吃力的话呢,我们可以慢点做 注意保持呼吸均匀 收紧核心,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腹部肌肉上 这样呢,会帮助我们用腹肌发力 这个动作呢,可以锻炼到我们的整块腹肌 是非常好的热身运动 大家如果刚开始做不太习惯 可以稍微慢一点 把动作做的标准比数量更重要 好,还有最后五秒钟 大家加油 五 四 三 二 一 好,现在可以休息十秒钟 下一个动作呢,是我最喜欢的空中登车 咱们还是保持仰卧 背部紧贴地面 卷腹,假装在登自行车 注意向外蹬的时候呢,尽量把腿伸直 用我们的右胳膊肘去找左膝盖 这个动作呢,不仅会让你的腹部得到充分的锻炼 而且还会燃烧腿部的脂肪 大家加油 好,还有最后五秒钟 大家加油 五 四 三 二 一 好,现在可以休息十秒钟 下一个动作呢,是反向卷腹 双手放在身体两侧 双腿抬起于上升层90度 膝盖微曲 收紧我们的腹部肌肉 然后呼气略微抬起我们的臀部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下腹肌的动作 想练人鱼线的小伙伴呢,可以多做几组 大家再坚持一会儿会儿 还有最后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休息 下个动作呢,是内外跳 我们需要翻个身 双手撑地,收紧腹部 双腿先跳到手旁边,再跳回去 这样反复 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腹部 用腹部发力,让自己尽量的轻轻落地 这个动作不仅会燃烧到我们的腹部 特别是下腹肌 而且还会燃烧我们的腿部脂肪 大家加油 加油 加油大家 还有最后五秒钟 三 二 一 休息 接下来一个动作呢,是轮流抬腿 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 稍微屈膝 两腿交叉,从上到下 再从下到上 大家可以慢慢来 腿没有办法伸直呢,也没有关系 我知道你们的下腹部呢 现在已经感觉到烧起来了 其实我也感觉有点烧 但是为了我们的人鱼线 加油 接下来呢,是登山者 转过身来,双手肩宽 收紧腹部 用我们的膝盖去找胳膊肘 我知道这个时候大家应该都已经很累了 你可以节奏稍微慢一点 注意保持呼吸均匀 再坚持一会儿会 让我们享受运动流汗 心跳加速的快感 再坚持最后一会儿会 马上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交叉踢腿 背部着地 双腿抬起30度左右 像剪刀一样来回上下运动 大家记住一定要收紧腹部 大腿的肌肉这时候应该也是收紧的 如果是第一次做的话呢 大家可以把头着地 会感觉稍微轻松一些 是的,我知道这个时候大家的腹部已经燃烧起来了 相信我,我也很难受 但是为了我们的马甲线 朋友们坚持住 我们已经练完一半了 再坚持最后一会儿会儿马上就结束了 我们已经完成了整个训练的三分之二 下一个动作是屈膝卷腹 小腿与地面平行 把胳膊伸直 用我们的上腹部使力 让上身脱离地面 用胸腔去找大腿 我会骑两次 加油大家 感受我们腹部脂肪的燃烧 我知道现在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上腹部已经烧起来了 但是为了我们好看的腹肌 我们再坚持一会儿会儿 加油 3 2 1 休息 接下来的动作是平板侧踢 双手肩宽 收紧腹部 两腿侧边向内收 用膝盖去找胳膊肘 记住腰不要塌下来 注意力还是集中在我们的腹部 加油大家 只有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才会看到进步 再坚持最后一会儿会儿 马上就结束了 3 2 1 休息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胳膊 做一个平躺抬腿 我们把双腿并拢 收紧腹部 抬腿到90度 尽量把腿伸直 注意我们的背要紧贴地面哦 我知道大家现在肯定已经感觉到腹肌疼到不行了 没有忍耐就没有收获 加油 就剩下最后两组动作了 再坚持最后一会儿会儿马上就结束了 3 2 1 休息 倒数第二个动作是直腿卷腹 我们把双腿并拢于地面尽量成直角 胳膊伸直 收紧腹部 上伸齐 用双手尽量去靠近脚 这个动作呢会很好地锻炼到我们的上腹肌 再坚持一会儿会儿大家 最后10秒钟 3 2 1 休息 终于到最后一个动作了 平板支撑左右晃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腹部运动 双肘肩宽 核心收紧 腰部有控制的左右晃动 这个动作会练到我们的侧腰 我对这个动作真的是爱恨交加 因为做起来真的很痛苦 但是缩小腰围的效果呢也非常好 大家如果是第一次做感觉强度太大的话呢 可以保持平板支撑不动 最后不断突破自己才能发觉自己的潜能 为了我们的马甲线再坚持一会儿会儿 好样的 恭喜大家完成了这个10分钟的马甲性训练 你们真的非常厉害 最后呢大家不要忘了拉伸 让我们的腹部线条看起来更好看 大家如果喜欢看我拍这种健身的视频呢 不要忘了关注我 点赞并且留言 那我就知道了以后会更努力的给大家拍更多健身的视频 大家不要忘了打卡 at我 我会选一位连续7天打卡做这个项目的小伙伴 送给你100元的红包作为运动激励 那希望大家刚刚练了还开心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by bwd6